康熙驾崩前,为什么点名让一个男人陪葬?雍正继位后,才知父亲高明。 讲到古时候陪葬,大多数人想到下葬的应该大多是妻妾、妃嫔。 而康熙皇帝在临终前,却点名要一个男人给他陪葬,他和此人有血海深仇,还是两人之间有什么别的深厚羁绊? 康熙皇帝在死后,也没法解开。 下面,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在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,曾有有着非常惨绝人寰的陪葬制度。 当皇帝,公爵等人死亡后,会有大量人陪葬,尤其是后宫嘉丽。 不过好在这个制度最终遭到了废弃,让后宫嘉丽有了生还的机会。 不过,这并不代表没有人会陪葬,在皇帝死前,他可以直接为自己制定陪葬名单。 例如康熙皇帝在临终前,就选择了一些人为他陪葬。 其中赫然还有一个男性,这就是康熙,雍正两朝的重臣,龙科多。 清朝的前身是女真一族。 在明朝时期,女真一族慢慢地崛起,在东北地区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,由于女真一族战斗力非常彪悍。 甚至有女真不满万,满万不可敌的说法,在冷兵器时代,女真一族是唯一能够在同等数量上和蒙古铁骑相媲美的民族。 随着势力不断壮大,女真一族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沿合其他家族,最后建立了清朝,进入中原,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。 不过为了做到这一步,女真一族也分割了不少权力,后世名气较大的很多家族,便是在女真崛起过程中与女真联合起来的氏族,例如童家氏。 童家氏是清朝前期势力最大的家族之一,历史上有着同伴朝村说法。 这个家族的实力覆盖了后宫和朝堂,即使是爱新觉罗一族也不能随意得罪童家氏,因为童家氏自努尔哈赤时期便开始与爱新觉罗联姻,两个家族早已不分你我。 尤其是在顺治和康熙时期,童家氏接连出了两位皇后,一位贵妃和数不清的妃子。 由于在后宫势力庞大,童家氏在朝堂之上的力量也异常强横,不少大臣都是童家氏的家族成员,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龙科多。 龙科多是康熙皇帝的新妇之人,同时也是雍正皇帝登基的主要功臣,称他为两朝元老也不过分。 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深厚背景,与两朝皇帝关系密切的大臣,却被康熙亲手写在陪葬名单之中。 这又是为何呢?龙科多究竟做错了什么呢? 康熙皇帝是清朝历史上登基年龄最小的皇帝之一,因此顺治皇帝为康熙准备了四位顾命大臣。 一方面可以帮助康熙在年少时处理好朝政,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外戚篡权,可惜的是顺治皇帝还是失算了。 在康熙登基后不久,顾命大臣中的敖拜便开始了自己的专权之路,虽然康熙顺利地解决了敖拜,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利。 但敖拜也给康熙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为了避免这样再次出现,康熙在二十岁便立下了太子。 从朝廷立太子的规则来看,康熙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,可当时的太子不过在两岁,完全没有体现出自己的能力,这让其他家族非常的不满。 在每一个皇子背后其实都是一个家族,当一位皇子成为太子乃至皇帝之后,与之相关的家族定然飞黄腾达,因此皇子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。 康熙立太子这件事不违背礼法,没有人可以反对,但康熙皇帝同样可以废除太子。 只要太子做错了事,因此从印仁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刻开始,无数名枪案件就等待着他。 之后的事情大家便耳熟能详,太子在成长过程中经常被弹劾,若不是与之交好的朝中大臣进行保护,太子很有可能早早被杀。 可即便如此,太子也就经历被废等情况,虽然他后来又一次被恢复太子身份,但同时也体现出康熙皇帝对这个太子并不是百分百满意。 也就是说,其他皇子还有机会成为太子,身为康熙身边的红人和进尘,龙科多早早就发现了这件事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龙科多能够成为康熙眼前的红人,和自己的背景密不可分。 龙科多是同家室的重点培养对象,他的姐姐是四阿哥的母亲,也就是说他是未来雍正皇帝的舅舅。 同时,龙科多因为武功高强,早在康熙27年就被封为了一等侍卫,随后又成为了正兰齐的副都统,地位非常显赫。 不过这些身份都是次要的,龙科多在朝中真正的威慑力,是因为他被康熙授权去做一些秘密的事情,其中就包括监视太子和大阿哥。 幽禁十三阿哥等,可以说龙科多就是康熙手中的一把刀,即使是索额图,明珠等朝廷重臣,也不敢轻易地得罪龙科多。 在跟随康熙的多年中,龙科多对康熙非常的了解,他通过康熙对待太子的态度,很快就推断出来一件事。 自己的外甥四阿哥,极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太子,在康熙的皇子群体中,有能力的皇子不在少数,但并不是每一个皇子都有机会成为太子。 大阿哥虽然有军功,同时深得康熙宠爱,可大阿哥同时也有很多前科,再加上和明珠之间的关系。 其实早就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,而三阿哥与八阿哥早早地就失去了康熙的信任,唯独是四阿哥能够与四阿哥争夺太子的位置。 这时,谁能够猜到皇帝的心思,谁的把握就会更大,因为有了争夺太子位置的机会,各个阿哥都在暗中不断地努力。 龙科多也在不停猜测康熙的想法,终于,他找到了决胜的机会,由于龙科多主要负责探查各位皇子的信息,因此对各位皇子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。 他在看到康熙对十四阿哥李贤下事的行为表示厌恶后,立刻告诉四阿哥要低调行事,全当没有争夺皇位的野心。 在龙科多的帮助下,四阿哥最终获得了康熙的信任,他的太子之位也算是板上钉钉了。 对于龙科多来说,只要四阿哥继位成为清朝的皇帝,那他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,身为当朝皇帝的亲舅舅。 龙科多不仅是四阿哥继位的主要推手,有从龙之宫,同时还有同家室的身份,日后自然是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。 这可是历朝历代所有大臣梦想中的地位,可就在龙科多沉浸在美梦中的时候。 康熙皇帝仅用了几个字,就将他拉入了深渊。 康熙在病重之时,已经不再关心谁来继承皇位这件事,除了安排自己的后事,就是为清朝的安稳做出最后的一点贡献。 而在这个时候,最忙的人无疑是龙科多了,他要不停地为康熙报告目前朝堂上的情况,防止一些有心人趁机刺杀康熙,同时还要不停地为四阿哥传递消息。 对于龙科多的行为和想法,康熙自然非常的清楚,多年的君臣交情,龙科多的任何一个小想法都逃不过康熙的眼睛,在思考良久过后。 康熙便在陪葬名单上写下了龙科多的名字,听闻这件事后,龙科多和四阿哥犹如五雷轰顶,不过最害怕的还是四阿哥,要知道眼前已经进入了夺迪关键时刻。 如果这时龙科多死去,他大概率是无法继承皇位的,因此得知消息的四阿哥立刻来到了康熙的面前,希望康熙可以收回成命,但此时的康熙也不想和他多说什么,只是摆了摆手便让他回去了。 难道龙科多必死无疑吗?就在大家内心忐忑的时候,康熙皇帝突然更改了命令,不但取消了让龙科多陪葬的想法。 还为他加官进决,封他为顾命大臣,其实此时,四阿哥继承皇位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。 那么为何康熙临死前会取消杀掉龙科多的想法?难道仅仅是因为四阿哥求情吗? 其实,这一切不过是康熙的计谋而已。 从龙科多的个人经历来看,康熙对龙科多的确起了杀心,一方面,龙科多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 但凡他透露一部分,清朝都会大乱,到时候皇位争夺战就不会局限在皇宫之中,很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清朝,甚至导致清朝就此分裂,另一方面。 康熙并不想看到童家世发展到这样的高度,新任皇帝带着童家世血脉康熙可以接受,毕竟每一个皇子的身上都带有一部分其他家族的血脉。 可在深宫之中,这份血脉对皇帝的影响微乎其微,毕竟妃子都不能长时间接触皇子,更不要说自己的外妻了。 但龙科多不同,他本身就有很高的官职,又长时间接触四阿哥。 如果他利用和四阿哥的关系来控制朝堂,清朝便会陷入外妻干政的局面。 那为何康熙改变了主意呢? 其实是在为四阿哥考虑,在私人感情方面。 康熙其实对四阿哥非常的亏欠,在四阿哥的成长过程中,康熙并没有在他身上倾注太多的心血,他的主要经历都放在战争和太子的身上。 四阿哥的成长过程几乎没有体会到父亲和母亲的关系,只有自己的舅舅龙科多经常陪着他。 如果康熙杀了龙科多,就意味着经历残酷夺敌风波后的四阿哥,身边连个说话的亲近之人都没有,这很有可能导致他性情大变。 从皇帝层面来说,康熙必须为四阿哥留下一个非常靠谱的大臣来稳定局面,虽然此时四阿哥的年龄不小。 但和朝堂之上的那些老狐狸相比显然还是一个愣头青,局面会非常被动,因此必须有一个靠谱的顾名大臣陪伴左右。 龙科多背景强硬,职位较高,还是两朝元老,又是武士出身。 这样的人完全可以赠得住朝中大臣。 因此康熙皇帝才会用这件事来提醒龙科多,不管他是什么身份,皇帝只要用几个字就可以决定他的生死。 这次康熙皇帝饶恕他,日后必须认真地辅佐四阿哥才行。 侥幸生还的龙科多自然明白其中道理,用尽全力帮助四阿哥稳定了局面。 虽然雍正皇帝的上位在历史中有多个版本,可从康熙的形式风格来看,在他去世前大概率一切就准备好了。 雍正皇帝的继位几乎没有任何悬念,可以说只要有龙科多这个棋子在,没有人可以撼动雍正皇帝的位置。 同时,雍正皇帝做事也非常果断,雍正上位初期,对龙科多封赏有加,几乎达到了清朝官员的巅峰,可在雍正三年,雍正对龙科多的态度就急转直下。 可以说用尽各种办法来制裁龙科多,最终在雍正五年,龙科多被定41条大罪。 囚禁于畅春园,龙科多的孩子全部被撤职发配,童家氏的权力瞬间跌入谷底。 或者从始至终,龙科多都是康熙和雍正眼中的棋子,他的作用只是用来帮助清朝皇室完成权力交替。 至于他和他背后的童家氏,康熙不会容忍他们一家独大,雍正同样不会允许他们继续膨胀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стр. と。 それまでの简直迅除 kamu 这次は全国来的简直处。 我以后是已经可能会找到的简直由就有这个简直的简直的简直障。 大家看看这种简直世界。 好,我尊重别是简直的简直,简直处。 在简直설的简直辞的简直 —这种简直已经寄出简直的简直的简直。 感谢观看